大家好 今天呢 首先我给大家澄清一个消息啊 就是我之前说 3月15号 也就是昨天 越南要全面开放旅游签证 这个消息现在被证实是错误的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我的一些粉丝也好 我的一些朋友 他们昨天 他们很着急嘛 昨天就去了越南驻中国大使馆 去办理旅游签证 但是他们都被拒绝了 而且拒绝的原因也很可笑 说 他们并没有接到这个通知啊 就是说 越南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告诉他们 我们现在没有接到 就是可以开放旅游签证的通知 当然也不能说是 这个新闻就是空穴来风 越南的 有关部门确实 说在3月15号要 全面开放旅游签证 但是呢 我后来查了一下 这个主要是他们旅游部门和生业部门 这两个部门 他们要在3月15号开放旅游签证 是因为他们这两个部门是最希望开放旅游的 毕竟和他们的利益很相关 七星相关 他还想尽快的开放旅游签证 让国际游客可以来越南旅游 因为我们知道越南的旅游业现在受创很严重 关关了两年多 有国际游客从每年的 1800万人次跌到现在的15万人次 越南的旅游部还有商业部 是非常受伤的 因为不去旅游的话 不仅是旅游部门 你商业部门他很多的服务业 包括很多的酒店 什么餐厅 什么游乐园 还有一些景点 都是赚不到钱的 赚不到钱的 同时他们就会开除掉他们的员工 给越南的 越率也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但是呢 为什么他们昨天去办理这个签证都没有成功呢 是因为 好像是越南的总理没有批准这个要求啊 就是这两个部门他们一直在喊口号 然后在3月15号开放 并且递交了新官的资料上去 但是呢 越南的总理好像没有批这个文件 所以呢 这个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你去越南的大使馆 他为什么说他们没有接到这个通知呢 是因为总理还没有批准 这个文件并不是假的 确实有在提3月15号全面开放 那现在怎么办呢 那我认为可能暂时还是先不要去大使馆了 因为你去的话 可能也会被拒绝 你白跑一趟 终究来说是没什么用的嘛 我们只能再等最确切的消息吧 我们从这件事情也可以看出来啊 越南这个国家 现在总体上还是比较混乱的啊 像一个这么重要的事情啊 要对全球的国际游客开放的日期 居然没有明确的搞清楚 他们就把消息放了出来 不止中国游客啊 还有一些外国游客啊 他们也去纷纷去越南大使馆办理这个签证啊 那都被拒绝了 这样呢会 就会让一些国家的人感到越南这个国家 他不遵守信用啊 其实他可能也不会去深究 到底为什么 3月15号 明明说好的是3月15号开放旅游签证 但是我去了又拒绝了我 他只会认为啊 你这个国家是一个没有信用的国家 这个对越南的国家信用是有一定的损害的啊 虽然我们后来我查到了原因 是因为啊 他的总理可能因为还是因为抗疫的问题啊 疫情包括各种因素吧 他不只要考虑经济因素啊 拒绝了还没有签字啊 不是拒绝 他可能迟迟的没有在这个文件上签字啊 啊所以呢 引到了一个很大的乌龙 可能是我们大家还是要继续等待吧 我知道很多人确实等这一天等了很久 但是现在越南官方没有明确的文件下来 你去大使馆他不会跟你办理的 这个视频就录制到这里吧 大家再见 明镜与点点栏目